也可以存啊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读资料的话 就是叫做get item 清除所有资料的话就是clear 其实这些根本就跟资料库有点共通了 所以只是说 资料库他可以存比较大量资料 那因为这个范例里面资料量并不多 所以我可以一样的界面请各位试试看 把它改写成local storage 有没有办法做到 好那我想你们回头看一下什么叫local storage 特别注意 那local storage跟 这个上礼拜讲那个seql database 都是存放在哪里的存放在我们使用者端里面 但是其实未来需要 最大的还是 还是需要有一个远端的资料库 不然的话有些 App 以外的共通的资料比如说你今天要 登录账号密码有没有 那登录账号密码你不可能说你的账号密码放在那个使用者端这边让他登录吧 通常怎么样 账号密码一定在远端啊 而且为什么可以因为你今天如果说你今天是会员你才可以登录 可是哪一天呢 你已经 过期了 那你账号密码我会把你删掉吗 对 删掉的话如果你在使用者端他你不可能删掉他的database啊 你一定是在远端那边 另外还有很多的资料 比如说最新的资料 update也是在远端update 不可能在我们使用者端 这边 所以 未来当然有比较大的需求是什么 就是远端资料库这一块了 不过在我们这个课程范围里面 是没有没有办法讲到那个远端的资料库部分 我们目前还是仅限在 实用者端这边就两种一个是local storage 一个是sql的database 那请各位等一下试试看 第一个稍微复习一下上个礼拜东西 第二的话呢 请各位把这个范例定存一下 然后呢 把这个 比如说我们上礼拜名称叫0101社对 你另外再改一个叫 insert后面底线叫local好了 或者local storage 我简称叫local 把它储存之后 用有没有办法 把原来用资料库的部分 我不要用资料库了 我要把它改写成什么 改写成local storage的这个范例里面用的东西 那也是这些方法 就可以达到我要的目的 OK 这里的话我想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试看 那也顺便把上个礼拜的那个 资料库的部分稍微做个复习 好 好 明鳴 好 好的 okay 好 好